我們看這題 他說如這個圖 原遊會時小顏班上設計了一個解謎的遊戲 玩家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解開謎底進入石門 以致在入口處每人會拿到一張藏寶圖 而入口處有一道緊閉的石門 石門上面貼著一個矩形 那矩形內外有這個s²加7x加一個三角形 這三角形代表一個數字 為了方便我練它叫A 那外面的話有一個x加上方形 方形我練它叫C x加星星,星星我練它叫B 然後旁邊還有一張桌子 這個桌子上面放一些空缺的數字表 這個是空缺的數字表 那只要解開 只有解開記號的俑者 就是這些記號 才能進入 試回答下的問題 我們看看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它說 小易解開藏寶圖 得知這個代表這個 矩形的面積 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矩形的邊長 這兩個都代表邊長 那一個比較短 這個星星比什麼呢 比這個方塊要小 它說如果數字表中的空格欄 這個空格欄 空白欄類 這個空白欄類 要放上正確的旗子的數目 旗的數目就是一個數字 十門才會開啟 一級數字是多少的話 就放多少旗子 比如說這是三的話 就要放三個旗子 依止規則 第一欄 第一欄對應到的空白欄位 因放幾個旗子 就是要問這個欄位 那數字是多少 那怎麼辦 我們看 這個面積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面積都加上7X 加上這個 這個三角形是AR 我拎它叫A 然後等於長層寬 這個是小異解出來的 這個X加上多少呢 加V 乘以X加C 好,那這個我把它展開以後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就是X平方 加上中間向是V加C X 再加上VC 好,那所以我就曉得 V加C是等於7 也就是7 等於V加C 然後呢 這個VC是等於A 也就是A 是等於V乘C 好,那現在的話 VC都是正整數 那V的話比C小 那兩個加起來是7 所以它有可能V是1 然後C的話就是6 那C是6的話 那1乘6 那這個就是7 所以這個就是7 A V乘C 兩個相乘的話是6 1乘6的話是6 好,那這樣的話 ABC你看 A的話是6 那這個V 那這個V的話是1 所以這中間應該什麼 應該是6 中間這個的話應該是6 然後另外一種可能的話 B是2 那C的話呢 那C的話呢 就是5 那5乘2 5乘2的話就是10 那你看這個第二欄 第二欄就是一個5 C的話是5 那V的話就是2 V就是2 A的話就應該是10 好,那他現在問說 第一欄 第一欄 第一欄就是空白欄位多少 第一小疑 所以是6 這是第一小疑 好,那再來我們繼續討論 這個B的話呢 有可能是3 B是3的話 C的話就是4 我加起來是7 4、3呢 12 好,那我們看 第三欄 A的話是12 沒有錯 所以這個B跟C 應該是3跟4 3跟4 3跟4 好,3跟4 好,那第二小疑 他是問什麼呢 問說 乘1 小疑在 美在呢 一個欄位放入正確的旗子數量 這個欄位要放6個 這個欄位要放2個 這個欄位要放10個 這個欄位要放10個 放3個、放4個 便會聽到機關轉動的聲音 試問當所有的欄位都放上正確的旗子數量後 共放了多少個旗子 這一個是放了6個 這個放2個 這個放10個 這個放3個 這個放4個 那加起來總共幾個 幾個旗子 這個的話呢 是多少 這是10 加10 20 這是5 所以應該是25個 總共放了25個旗子 所以第二小疑是25 做得到 用 7 8 9 10 2 1 2 2 3 1 2 2